我认为300这个数字 也许对他来讲是一个支撑了 就不再是一个压力了 所以我说联发科跟这个宏达电 我就是看300这个位置 那至于宏达电的这个大家 也就不用再打落水狗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一点 就是说整个宏达电的一个状况的话 它之前的一个低点在230块附近 那在230块附近会不会有支撑 应该是投资人 有强短的投资人 要有比较关键的一个家务在这里 好我们先谢谢三位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锁定是赚纳钱的雷台秀 这里头有重量级 轻量级还有余量级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我们现场 稍后的个别股的看法里头的话 还有空单四后的机会 这么看保守吗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最潮最夯的养生密码 五只手指可以看健康 养生教主为您大揭秘 心肝脏肺肺肾 五行五脏怎么保养 凤梨酒菜奇异果 速身步把up up好成果 十一住行 居家风水 春夏秋冬 五色养颜 生活有道 健康有料 好 赚大钱雷台秀 这是我们这个礼拜开始进行的 而且这里头我们算成绩单的 在这里头有些个别股上的一个看法 同时多空当当的都可以 而且这里头还有些空单四后的机会 我们赶快秀座来看一下 首先现在看到在棕林的部分 棕林所秀座的部分的话 重量级看的实在龙岩 还是握住您的龙岩 在Facebook上头的话 还有人特别要来谢谢您 这个龙岩部分的话 让大家获利非常非常丰硕的 那么另外看到是在 轻量级是在如虹的部分 有传统残疑股 余量级也是在机台身上 都是在放在传统残疑股 这个棕林的部分等一下进一步来看一下 传统残疑股身上 那么电子跟金融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那么在文恩的部分 重量级空单放在神脑 放在神脑 轻量级空单似后 也放在阳制的部分 在余量级空单似后 放在华宝的身上 为什么有这么保守吗 大盘行情里头全部聚焦 都是在科技类股身上 甚至还具备一些 中概的色彩概念 对于行情的看法 有这么悲观吗 还是说这些个别鼓励空 再看下去 所看到在正前的部分 重量级放在通路的部分 通路指的是谁呢 轻量级放在银剑类股身上 资产类股也是一个重点 听起来还是重传产的部分 那么个别的题材 有哪些例子可以举出来呢 那么请正前先听一下你的观察 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 资产股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我说我在标案一直在创下新高 因为我说过 在这个钞票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 资产就会越来越值钱 那只不过资产里面 大家要注意这很多资产股 都已经涨半天了 所以我在这边要提到的 比较没有涨到的资产 一要什么 一要低于净值 二是要土地要有开发的一个公司 那我在这边就举例一家公司 像有一家公司 过去大家可能以为 它是中国市场股 事实上它在中国上 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像1417的家喻 很多人都知道它做 Money的代理 然后在中国大陆 已经变成一个炫富的一个概念股 大家不要忘了 上个礼拜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政策 这是什么 在这个仁爱路 信义路那一段 如果你的这个农击率会大幅的提高 大家知道那个地方是最贵最贵的地方 那农击率如果还能提高 那根本就叫点石成金了嘛 那这整个都是黄土变 整个那之前的那天天 有一张股票叫加尼的股票 很迅速的就涨上了 因为它在那边有土地 后来我去查了 1417的家喻 其实它的总公司 就在仁爱路上 而且它的总公司的持有频数 比加尼在仁爱路的持有频数还大 那另外家喻本身的股价 其实也低于净值 然后另外我也提过 一定要有本业 它本身代理阿玛尼的这个本业 其实也相当的突出 大家翻开报纸 今天我们看到 严凯太先生雄心壮志 要再创一个品牌 那在对价值来讲 都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那至于在轻量级里面 我觉得一些低价的营建股 因为有些中价营建股 高价营建股 那已经不在轻量级上了 那为什么讲 比较低价的营建股 十几二十几块 可是它的获率却非常的看好 那我选了一档股票 跟中林蛮像 我就让中林发挥了 就是二五三八基态 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三大法轮一起买 那这个中林可能会解释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 未来三年四年的获利 它都在五元以上 那台湾有没有类似 像这样的公司呢 有 只要你的案子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IFIS的完工 完工任务法之后 我们都已经很好预测 未来三四年以后的一个财报了 那像我讲五二零的贯德 或者是像四四一三的连上 未来的三年里面 他们的获利都会跟基态很像 每年都至少保持四块钱以上的获利 那目前股价也都在二十块钱附近 甚至都在净值以下 那这些二十几块 相对轻薄短小 未来的获利 每年都溢注在四块钱以上的公司 投资者们可以注意 最后在通路的部分 我为什么提到这点 因为我们知道 资金集中化越来越明显 而这些通路 这些通路办事 我过去讲的统一超 或是现在刚创历史清高的保养 他们虽然的获利没办法爆充 可是他们的本益比 会越给越高 我认为在目前的状况里面 不管是统一超或是保养 可能都会在资金集中化的 一个趋势里面 做持续上攻的动作 好 这是刚刚在正前所提到一个重点 那么接下来文文的部分呢 我坐在这边 可能会被大家视为一个所谓异类 那么基本上 我要讲几件事情 来股票市场 你们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感觉到参与 那么我们就举例 为什么我都主空 一个所谓电子股 你有没有想想看 现阶段 我没有看外行情 我认为来到7551点 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弹生 还在拉这一些所谓全资股 拉这些中概股 那你感觉到好像指数不跌 结果你的电子股跌到人仰马翻 这是最恐怖的一个地方 那么如果说你想想看 现在我们就电子股 不就大盘 电子股倒是多来空投 我请问你 如果说是多头格局的情况之下 通常有利多 它很容易拉到涨顶板 即使在多头格局的电子股 遇到了一个利空 也很容易出现开机走高 那我请问你 从这几天的一个 所公布出来的9月份 已经收好了 利空出现利空的 不管包括3584的界面 2439的美绿乃至于洋华 全部送你跌停板 而且跌停板不够之后 隔天继续跌 可是反而看到利多的 包括联发科 9月份营收成长 乃至于6269的台郡 我请问你 就好像你今天台郡 所公布的营收数字非常好 它今天只能涨这样子吗 那代表上档的卖压 真的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我认为 电子股有小型的必要 那么先讲一下 轻量级的3041的一个洋志 洋志今天公布出9月份的 一个所谓营收 表现非常非常亮丽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这一根所谓黑K棒 已经跌破红K棒的 一个所谓低点 代表上个礼拜 那根红K棒 是个标标准水 又多的一个所谓片线 而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连环套 那么更重要的重点是说 IC设计族群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需求 非常非常旺 可是我刚才所提到 就是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第一个 开始扶持他们自己的 IC设计厂商 第二个 就台湾的这些厂商 会不会出现了 一个所谓overbooking的 一个所谓状况 最后裸体的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所以说我现在比较担心说 IC设计的部分 会不会出现一个overbooking的状况 所以说我认为 阳智在9月份营收公布 反而出现股价开高走低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所谓状况 那至于像重量级的话 我选择2450的神脑 你仔细观察 我们知道神脑 它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通股商 问题重点是说 在中国大陆 它的竞争力 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样好 你仔细观察 它第二季的一个所谓财报 不管包括毛利率 不管包括营业利率 乃是EPS 它是并没有想象中这么样高 反而出现了 目前本益比过高的疑虑 更重要的重心重点 我只要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法人已经开始出现转买为卖 而且它已经跌破 之前的一个所谓平台的 一个所谓支撑区 那你要小心 那同样8078的一个所谓滑宝 那么现在的话 电子股让我感觉到 一件事情就是说 每次只要公布好的消息 反而都变成票房的 一个所谓毒药 我们知道法国滑宝的话 接到很多Nokia的 一些所谓的订单 可是问题重点 我发现台湾这些厂商 好像从之前的代工伙伴 到最后的微粒伙伴 会不会到最后 连汤都喝不到 这是要小心的地方 所以说很多代工厂商 你可以看到 它空有一个所谓营收数字 可是事实上 就它的一个所谓的净利 就它的毛利 根本没有办法得到 一个有效改善 所以说我还是强调 电子股没有出现 结构转好之前的话 大家在操作电子股 一定要很小心 好 钟宁呢 我想我语量其实是讲基台 那基台刚正前有讲到过 就是它今年 今年它上面是赚0.69 快0.7 然后下半年 因为有那个基台微风 跟那个基台预风 两个建案入账 所以应该会通到1块7 那1块7这部分 那个基台微风 那一块基本上就是在那个 前几天是不是那个润态新 是不是飙到那个微风 土地那一块 就在那个块旁边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有那个润态新 在那边挂保证的话 其实我认为这个 豪宅建案那个价钱 是下不太来的 那既然下不太来的话 它下半年这个部分就1块7 那明年这个部分有什么大水窟啊 或者说那个基台四茂 基台中下这个部分 入账的话基本上是5块 那5块的话 其实在后年 后年开始就是那个大水窟 那部分嘛 那大水窟是什么东西 那关键实在就是阴宅 因为其实像基台 今年就讲说什么 它现在的那个部分 就是它不盖 它开始盖阴宅的部分 所以呢我认为这档股票 明后年都有赚钱